蔡依林 哲林 欢迎 欢迎哲林 来 我们请哲林先在我们的背景板前 我们的logo墙前留步 给大家一些拍照的时间 来 欢迎蔡依林来到我们的主拍照区 我们看到肘脸也是相当的暖心 要照顾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 期待大家都可以拍到最美的身姿 来 那说到每一次 哲林登上红毯的造型都相当的惊艳 所以很多网友就很好奇 比如说在很冷的天气 冬天如果参加这样的盛典的话 你会不会也做一些小设计 就是既漂亮又能保暖 比如说可能之前就有女艺人会穿秋裤啊 然后或者贴贴暖宝宝啊 你有做过吗 我好像没有 我记得有一次 今天还蛮幸运就是在室内 然后我上一次走那红毯 我脸部肌肉也把空只太冷 但是因为你知道女生就爱漂亮 常常会选一些觉得漂亮 而不饱满的东西 但是就是为了 这一天很好看吧 对 为了美可以不要温度 那我们知道 这个蔡依林之前也在微博上面 有隔空喊话黄渤 说想跟黄渤老师合作 听说今天她有来哦 所以今天会当面跟她邀约合作吗 其实跟黄渤老师见面蛮多次的 然后一直很欣赏她的机制跟才华 然后每次在她旁边我都好像 就是脑袋放空就可以很开心这样子 因为她总会让整个环境跟空气充满着欢笑这样 所以很期待看到她 那既然是我们的微博之夜 能不能也跟我们来回忆一下 是不是还记得自己发的第一条微博 09年有我们的微博 这个14年的时候 微博正式上市 成为全球范围内第一家中文社交媒体 Jolene还能想起来自己的第一条微博吗 我打招呼吗 还是我有点忘记了 对就是嗨嗨我是蔡英零 大概吧 我可能要问一下我粉丝 也期待着在新的一年 可以更多的通过微博后 我们来分享你的动态好不好 再次感谢Jolene 谢谢 请享受今天晚上的微博之夜 谢谢 谢谢